外交部23位国际青年大使 日前抵达印度新德里 担任非政府组织 挽救童年运动VRA的领域志工 挽救童年运动是由2014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沙提亚提创办 宗旨在对抗对儿童及文盲的剥削 并提供从工厂及街头拯救出来的儿童 收容及受教机会 活动上志工分享 同工遭剥削的经历令人不舍 青年大使团团长表示 台湾很乐意在社会工作上 对其他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提供援助 同时进行合作 青年大使带来擅长的五道金民俗记忆 被挽救童工运动组织收容的童工也以唱跳回礼 常言热闹 双方透过分组交流及游戏 了解彼此的语言及文化